今天想要跟你們聊聊這個女藝人 梁文英 我最幸福的事 對 這是她的第一首主打歌 因為我真的蠻喜歡梁文英的桑音 因為我覺得她實在是有夠會唱歌之外 還有一種超級無敵悲情的感覺 因為我有跟很多喜歡音樂的人聊過梁文英 大家都覺得她真的是蠻可惜的 沒有站到超級天后的那個位置 因為是從星光大到 雖然現實靈活沮喪 才能夠看穿面距離的 從那個時候我就有感受到這個女人 唱歌真的不得了 而且超級無敵的悲情 我覺得非常的好聽 而且她第一張專輯 我最喜歡那個戴著綠手套的 我不是你想想 那麼勇敢 多想讓你知道我 這首歌怎麼可以這麼的哭 而且戴著綠手套 悲情戴個不行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的她 完美 這算是我買了她的人生的第一張專輯 是唯一一張專輯 後面的選歌我也覺得非常的問號 我沒有覺得那些歌不好聽 可是我覺得後面的主打都非常的 有點可惜 沒有發揮到該有的渲染的部分 你們還記得她之後的主打歌嗎 哭過就好啦 痛都會走的 還有情人知己 那種開心 那種我心 那種安心 我只能說她之後的主打歌 我覺得都可以給一些傳統戲曲做一些採納的 我覺得沒有不好聽 因為我本身也都會把這些歌曲放在我的 音樂的心單裡面 但是這些歌曲真的沒有讓她可以走到天后的地位 其實我最生氣的是這一首 我實在不懂這首歌 但是非常多人很喜歡這首歌 我真的非常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這首歌 她也不夠讓梁文藝發揮了你 你需要的就是那一種 我不是你想想 那麼勇敢 多想讓你保護那流淚場 其實畫面還有一種表現得很不錯 而且大家非常喜歡 而且是近期大家都很喜歡梁文藝的歌 就是分手後不要做朋友 你曾經牢牢的 在我生命裡附著 我要如何去遮掌 我美的外觀 就是這一首其實在近期裡面 算是兩種音 在市場的反應上面發揮非常好的一首歌 其實我也出了盧歌 我覺得也非常好聽 她最近出了新專題 你們有聽過嗎? 她第一首主唱叫還好 我們都有了更好的歸屬 雖然你的夢想裡沒有我 這首技巧不是那種甜到完全這種甜 她是一種可以束縮感情的一個 我覺得還算發揮兩音 發揮得蠻好的 但第二首我自己非常喜歡 叫做轉折 你說你不懂 以為不想懂 啊?沒有聽到嗎? 幹嘛在鬼叫嗎? 我今天非常喜歡 我就喜歡梁文藝鬼吼鬼叫的 然後我也真的很期待 總之呢她新歌還好 跟轉折的女朋友 比較喜歡哪一首呢? 我希望這邊還有很多 更適合梁文藝發揮她鬼吼鬼叫 悲情小聽候的地位 加油加油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唱歌 一直很歡迎哦 不知道我差點給你們沒有想要 啊啊啊啊啊啊啊